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点倒像是遗传的向太陈兰的基因 向华翔一生奉行低调做人的准则 但他这个儿子却屡屡因负面新闻见诸报端 2009年年仅22岁的向佑就因打架上了全港报纸头条 2015年又因出手殴打低势司机而被起诉 更当场扬言 你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 今天又讲述的是向佑2012年在内地东莞惹的一件货事 这件事很少有外人知道 2012年25岁的向佑为了逃避父母整天唠叨她一事无成 于是计划与朋友准备做生意 到广东东莞考察工厂和设备等事宜 当晚向佑的花花公子本性就显露出来了 他专门下榻在了东莞当时最富盛名的太子酒店 就是因为他听闻该酒店有罗舞选秀的等特色节目 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在于几个狐朋狗友酒保饭足之后 喝得醉醺醺的向佑回到房间 打电话叫了小姐服务 不一会儿近来五六个硬招女郎站成一排让向佑挑选 也许是向佑眼光太高 又或是当晚心情不佳 挑来挑去竟然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 在连续换了几波女郎后 向佑不禁大发雷霆 都是什么货色 没一个重点呢 比那些女艺人差多了 最后勉强留下了一个 二十三十分钟后酒量过道里 服务员只听到房间内争吵和砸东西的声音 连忙跑过去敲门查看 原来是向佑与应招女子发生了激烈冲突 向佑嫌服务太差劲 不肯付钱 应招女当然不肯答应 双方当起发生了争执 向佑一气之下把房间茶杯摔了满地 还动手打了应招女耳光 在乱砸一通发泄完毕后 向佑就要和朋友静止拎包离开酒店 并且拒不支付小姐的服务费用 这时在酒店大厅 看场子的保安站在门口拦住了向佑的去路 向佑恼羞成怒 顺手抄击 把椅子就砸向保安 并用椅子直接把酒店前台都给砸坏了 向佑大声叫嚣 不服气就叫你们老板过来 问他知道向华强吗 酒店值班经理啊 无奈只好给老板梁耀辉打电话做了汇报 不到半小时 梁耀辉带着几个人赶到了酒店 一进门 看到自己的酒店前台一片狼藉 值班经理带他来到向佑面前 梁耀辉看了向佑等三人一眼 直接对身边人一挥手 都给我拖到后院去 一众壮汉 打手一拥而上 把向佑等三人按住 扭压到了酒店后院里 在后院里 直打的三人哭爹叫娘 惨叫不止 后来向佑还是大喊着父亲向华强和新一安的名号 梁耀辉才让人住了手 否则向佑就要小命不保了 梁耀辉沉思片刻直接告诉向佑 给你爸爸马上打电话 让他过来 此时的向佑已经彻底领教了这个梁耀辉的厉害了 不敢不听话照做 接到电话的向华强气不打一处来 他真想让这个败家仔自生自灭 不再管他 这时向太陈兰过来劝他 最终向华强还是在第二天紧急赶到了东莞 跟随向华强前来的 还有新一安在东莞的唐主和华氏人 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太子酒店 及梁耀辉相识或打过交道 相信大家应该会互相给点面子 开始梁耀辉方面很是强硬 坚决不肯放过向佑 要打断他的双腿 后来经过向华强亲自一番甄选和交际 还提及了广东和京城的几个人物的名字 梁耀辉这才松了口 让手下放回了向佑 向华强主动赔偿了太子酒店的损失 领着儿子回到了香港 从此向华强夫妇对向佑更加失望了 基本处于任其自生自灭的状态 这次向华强全家申请移民台北 只把藏用一个人留在了香港 1948年 向华强出生于广州陆峰 他的父亲向前是国民党军统少将 成年后的向华强决定进军娱乐圈 当时的电影市场出星 极为火热 那时候武打明星李小龙风靡全国 是所有人心中的榜样 所以向华强选择了成为武打演员 不久向华强接到了自己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部戏 龙虎地头蛇 凭借自己的努力 他开始崭露头角 接着猛虎斗狂龙 又将他推向一个高潮 随后 重建京武门 咆哮山林 老虎杀星 一老一少 一根钉 等一步又一步的功夫篇 不仅让向华强积攒了足够多的迎评经验 更让他接触到了红金宝 林正英等娱乐圈巨额 向华强在像是兄弟之中 不仅能力出众 而且感觉敏锐 随着功夫喜剧的出现并兴起 传统的武打明星迎来转型 当时人和话不多的向华强看准时机 和自己的弟弟向华盛成立永胜电影公司 开始转入幕后 这时期向华强慢慢转型成了大佬 或许是因为自幼坚实到自己母亲的软弱 向华强心里一直欣赏杀法果断的女子 她在与丁沛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 接着娶了陈兰 也就是现在的向泰 陈兰年轻时绝对风华 而且这个女人在温柔之中 又有一种鹦鹉之气 向华强娶到陈兰如虎添翼 在鲁玉有约中 曾用这样的话来作为对向华强的介绍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如果你特别喜欢看香港电影的话 我想向华强这个名字 你应该不觉得陌生 很多人都知道 她是那个很神秘的 挺低调的电影界大亨 她真的是很低调 不过 坊间关于她的传说 多得数不胜数 向华强是低调的 不可否认 她的出身对她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但同样 因为她自己的努力 也对出身产生了积极的反作用 据说当年风头正盛的梅艳芳 在歌舞厅被人拦住 强行要她赔偿 声性高傲的安梅 如何肯答应 于是对方狠狠地打了她一个耳光 并强行扣留 无奈的梅艳芳给向太打电话 当夜向太驱车前往 带走梅艳芳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梅艳芳深陷麻烦 最后使向华强出面 动用各种关系 最终帮忙解决 当初当初到的张伯芝 在拍摄《星雨新月》时 因为自己的老爸 滥赌欠下巨额赌债 在他老爸前逃后 对方声称要抓张伯芝 来抵债 甚至发出江火击杀令 当时青涩的张伯芝 在记者会上吓得大哭 最后也是向华强出面 帮忙解决 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 向华强慢慢也就成了 大家心中的大佬 或许这就是虽然不在江湖 但江湖上仍流传着 他的传说 他的每一个不简单 或许都是一种真道义 请不吝点赞订阅